東京 一個充滿玩具夢想的聖地 吸引著無數遊客和收藏家 這裡的玩具店琳琅滿目 從懷舊的經典角色到最新的潮流玩具 應有盡有 無論你是尋找稀有的限定版商店 還是想要探索創意無限的玩具世界 東京都能滿足你內心的渴望 今天我們就在有限的時間內 帶著你們一起來逛 東京玩具一天攻略 我們今天的行程就是來到 宅男勝利 對我來說這不是行程 這就是好像回到自己家 對 整體房間那個感覺 就是 Ikebukuro Ikebukuro是池袋 這邊是Akihabara 或者是日本人會簡稱Akihabara 秋葉園 秋葉園 第一站我們就來到了中央口外的 Yodobashi Camera Yodobashi Camera跟Big Camera 就是兩根大的這種大樓 裡面有賣很多電器、家電 可能是尤其重要的是他們通常會有一區很大的玩具部 對很完整的玩具部 對 我們去看看吧 Go 對這買一套 這個 這叫我手工 神家 這好像台灣人有的 欸你可以回去把那個Figma賣了就可以做這個 我推的孩子 咖啡 手到一半就會有的時候 後面用力都推 推 恭喜東西喔 好這個Yodobashi 它算是可以讓我們規劃在行程的第一開始 因為它差不多9點半都開了 所以你一早起來的行程你可以先來這裡 然後吹吹冷氣 在6樓這一層就有很多玩具 青紙巷 小朋友的 慢慢的到這種模型工具 它都有 所以非常好逛 可以晃很久 然後又可以退睡 這是重點 你看我們多方便 這種概念的東西 MadeWars都設計 早期在我們設計師眼裡 就像黃金一樣的 Vcolor Vcolor就是軟膠專用的軟膠噴漆 因為軟膠它有點彈性 所以不能用一般的模型漆 如果一般模型噴上去的話 你稍微轉一下就會裂 那這種是有一點彈性的漆料 所以我們當初都要用這種漆來噴 這一棒我們今天晚上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錄完一半喔 一顆一顆這樣子 像BB蛋的那個蛋夾這樣子 有一個大顆一點 那邊苦瓜 那邊歌吉拉 欸 我這種東西我沒看過耶 它是 就是清潔用的是不是 讓顏料固化 我要把我那些年的女孩都買回來 全部本炮送給小漆 都把它買回來 這個是不是 真正的衝鋒市區狼 狼的部分 它是接上去的 好像就是通電 它真的很精密 很精緻 只要買這個小龍回去就好了 這樣擺一擺 是不是很像 那美術車就一堆了 美術車比較粗 如果有去看過 我還真的有買 我當然會拿來給你看 大家在台灣應該打很多Gao雷了 那現在日本 現在在進行的是Frenda 這一個最新的機台 它已經是Gao雷的下一代再下一代 然後這一次的機台 非常非常好玩 我跟球哥剛剛已經玩了一輪 而且我們才打第一輪 你知道新手運 就出五星怪了 這一次還有很多互動的地方 因為它這個螢幕是變成觸控螢幕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玩的過程 我們突然連動了 我們突然連動了 好大分頭開了 它一下子就散了 哇喔耶 什麼時候有這種東西啊 我要怎樣 我要怎樣 好酷喔 酷喔 就是一直往上刷啊 球球了 是有機會的 呦 我能第一隻五星怪 那我的人 我會給他兩個啦 有啊你應該有 那只要一張 那我的人 好可怕 剛剛在運了 第一隻五星怪 這個什麼時候有出啊 200塊而已 公司很個陸型的 哇 我覺得偶爾看到就會買一下 買一下 買一下 應該沒有貴太多啦 台灣好像也差不多這價錢 好像也不太好找 好那我們逛完了 有時候開始看了啦 你看我又完全免疫 完全沒有買東西 我們還有很多希望 希望在吉他間 我們往下一間前進吧 GO 那我們現在走來的這個地方 又是什麼新的地方 秋哥 秋葉原的Montake 對 他就在秋葉原站的地鐵 正下方 所以你會一直聽到地鐵 過去咕嚕嚕嚕的聲音 然後這一間是以軟膠 做為主題的Montake的門市 所以裡面都有老膠啊新膠啊 都在裡面 那我們今天有個目標 就是來找看有沒有 收藏家來賣二手的貝利亞 就我之前出的貝利亞 如果有的話 他就把它買回去 要買下來嗎 對啊要做一個紀念啊 你要證明你真的 搞不好低於原價 對搞不好低於原價 而且你好笑 阿你的咧 小黃科 我還在找阿 那個就是 玩家都是真的 conclude 那就掌握著手 沒有錯是鱔魚耶 stereotypes 這個是那� bombard 反正也是一個 日本的朋友做的 她是鱔魚妹妹 小鱔妹 小鱔妹 好 我們順著往秋月園站方向前進 就會看到 TAMASHI NATION的旗艦店 也是一樣在秋月園站地鐵的下方 然後這裡面的擺設層也非常漂亮 我們可以來看看這一次又有什麼新東西 然後看又有什麼可以值得我們入手 買 這個已經有了 可是我們沒有買到 METAL BLUE 它就是供應自有製 就是它的整個裝甲的設計就稍微的有點 它這裡的底台都是特別的 就不會太大 有沒有 METAL BLUE的省位看看 這一定要拍一下 然後這裡還有一些這種 METAL BLUE的開發過程的一些收告 這也算是機構測試的過程 你看喔 以Z鋼彈為主 就可以看到它的這個進化 這裡還有就是不同的設樣 也許會是限定版 也許是測試中的 可以看到這邊要有這種 模具開模的一些素材 可以讓你了解說它整個 製造出來的過程 它這個是塗裝的頭模 就是塗裝遮色的頭模 所以它直接用這個夾具去做遮蓋 這裡就是 它幹嘛 移印 移印那種崩 然後下面就是乾模 哇 果然是 還沒看過的 它那邊寫參考出品 METAL BLUE的Z鋼彈 好 我們結束TAMASHI 然後我們來到 熟悉的車廂 那個啊 那個啊 我要跟 喔 你看那個圖超帥的耶 18號 怪獸8號 好 我們就今天這個公怪獸8號 運氣跟台灣差不多 當分母 然後一抽完 後面小朋友給我鼓掌 很高興 因為我們是分母 至少我換了一個這個 毛之內啊 想不到嗎 我現在在這個地方出手了 八路川 直接給你看這樣 厲害吧 下一個 我們來去 拉雞遊會館 之前有去過 我們就再去看看 這裡也是很好掛的 也是很多東西 嗯 眼鏡狗Wigo 蠻帥的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我送你一盒 買包 這是台灣奇聚的 這是什麼 One Piece one piece 這是卡的 球員卡 有沒有看到 每個都帶球的走步 什麼啊 如願以償 肥瑋 抽中 漂亮喔 來到了熟悉的地方 瑪瑪咧 瑪瑪 這是哪呢 這就是那個啊 中野車站 然後前面這邊有一個中野的 這是什麼街啊 商店街 就是很多日本的 車站一出來都會有一個商店街 好像跟之前就講的都一樣 對 因為我們每次都來啊 它這個地方就是這樣 雖然是一樣的地方 但每次來裡面的東西都不一樣 像我這邊就建議啊 如果要來中野的話 因為說你這邊裡面很多獨立經營的店家 他們一般都是可能過中午才會開 而且他們大部分都會休每個禮拜一 所以大家要來的話就是避開禮拜一 然後下午再來就好 像我們今天早上就是秋葉原 下午再來中野 對 那就比較順 好 那我們就去走走吧 GOGO 這邊有我最喜歡的大機器人動畫雷神王 你看這老玩具 雷神王跟暴龍王 他們兩個可以喝地神 絕對無敵雷神王 這是我最喜歡的大機器人動畫 來啊 五萬二 我跟你講 你買到的童年都不會 要記得 這好像看過喔 就是勇者系列 可是這是韓版的 太陽勇者嗎 快喔 過了這間店就沒了喔 包青天 包青天 四千塊 那這一間也蠻有名的 它就是全部都是美系玩具專精 那個 所以像明月 抓到明月那裡面 對啊 美系玩具的愛好者 可以直接來這一間來找 像那些Marvel啊 Star Wars 都在這裡 找到了 就是 巧思 一直在找的啊 東雲馬斯 找到了眼鏡 找到了他的 嗯 眼鏡 眼鏡的版本 對 再買一些小車 我去 小心我的兒子 這個不錯喔 那這是很舊的TOMICA 不要意外 它就是 兩萬兩千塊一台 那Porsche 八萬八千八 為什麼 原來剪品才是這樣賣 好像也蠻持空間的 但是 其他看不可以有 嗯 四五百才幣 好 我們現在來到中野這個百老匯大廈三樓的一個角落 這邊是一個日本當地很有名的玩具店叫做牧場的畫廊 這邊會一直不定期的跟一些設計師或者是知名IP合作 像現在這一檔 看起來應該就是跟一騰任何合作 有一系列的中編展示品跟上品的販售 然後他們接下來下一檔也會跟一個很不錯的設計師合作 來自台灣的毛毛二工作室 那為什麼現在是一騰中的下個換 因為就是差不多是一個一樣認真的創作者 都很認真的 這段結束了 那其實就是熟悉的地方 每間店就是買兩樣買兩樣 這是你們啦 我在這邊完全沒有買任何東西 我想買他們不讓我買 他說那太大帶回去 那就接近晚上 然後我們就往另外一個景點前進 那個地方有燈光秀 走吧 Go 耶 我們又來到下一站 今天的最後一個景點 我們來見見好久不見好朋友 Unicorn鋼彈 旁邊的Unicro 你們沒看過台湾的 我還是第一次來看Unicro鋼彈 Unicorn鋼彈 Unicorn 獨角獸鋼彈 然後青仙子有看到他有一些 臉部好像壞掉 臉部一樣 我們來看看他現在修好了沒有 對我來說 差不多是十年間 看過他後幾次 我們就來再來看看 然後再來裡面還有一個鋼彈貝斯 我們可以帶他去逛逛 裡面的鋼彈經驗也非常豐富 OK 走走走 我跟你講如果是日本人會瘦 天天走路 已經走差不多那麼多 天天破萬步 你看到實體還是不錯 你的日本老朋友 沒有 我大概可能也在五六年沒看到 五年不見 差不多五年 依然屹立在這裡 依然是在這個 Ive City TOKYO 在這個位置 跟大家 見面這樣 那等一下我們先來去逛逛裡面的鋼彈貝斯 然後晚點 我們再回來看 還有沒有燈光秀 我不確定 也許會有 我們再來看燈光秀吧 Cyberpunk 這是漫畫 動畫 動畫 Cyberpunk 然後就是我裡面最喜歡的角色 老婆餅 雷貝卡 來到這裡還是高興 有沒有 這個算是非常旗艦的鋼彈貝斯 哇 你看看那個巨大的Action Bass 整個都放大 Cyberpunk 你說你有買這個 對啊 這個在這裡限定 對啊 這裡賣1650 你賣多少 我買一千多 這裡 1650 現在的匯率算起來 大概不到400塊 就是再買啊 再買三次的就補回來 你們載具這麼多 什麼 什麼都有 對對對 對對對 聯邦軍專用貨車 你看做起來這 多塑膠感 哇 這顏色超塑膠對不對 都要塗裝衣 都要刻線都要塗裝衣 我有收嗎 這叫 我 弱死了 這裡有嗎 這應該 誰會扛6HG啊 神經病 你知道我們有一次比賽啊 然後 就是選手會有那個 禮物獎品 然後就有一個選手抽到 那個 星級龍客 超大箱 他的行李箱就那一箱斷掉 然後我抽到HG 以前有出這種 小比例場景組 這也是有盒裝的 然後這些都是復刻版 就是這種 舊版 我跟你說 那些戰兼 戰兼就是這樣 有這種單成型色的 這些我之前復刻的時候 我都幾乎都有手整箱的啊 都在舊半額 所以這些如果拿出來就不得了 你好像手我沒有買過 有什麼 這種 這個我就會買 這種我絕對不買 這個我就會買 可是這個 這個之前出我買 等一下就用復古的合繪 等一下就買 然後做鋼球 哇 這個不錯 可以收 怎麼可以 這蠻酷的 為什麼 它就是 在一個載具裡面 對對對 這個可以買 這就可以 哇 年久之休 過了十年難免啊 有一些燈效就有點這種 可能電路板也壞了 然後 聽說 臉部好像也壞掉了 會開關 會啟動好像只是膝蓋跟腰部 以前臉會收成獨角 總之就是 有一些小瑕疵 不過 來看到這個大型的具象 還是很震撼 也是蠻推薦大家來看看 如果它還在的話 我們就等於 看一天 少一天 可能哪一天 它突然就不在了 它會變什麼 你覺得下一隻 希望是薩克 如果薩克的話 應該會不錯 你看到高興嗎 UNIQLO 鋼彈 UNIQLO 有很帥啊 行きます啊 可是就這樣 我以為它會飛嗎 我以為它會高貴姿 對啊 橫濱比較猛耶 這是很當然啊 橫濱的鋼彈去大阪 我們再來去大阪拖 喔 喔 這是旅行的總結 真的非常累 我覺得最累的是 這個天氣 真的太熱了 然後平常 我們幾乎都在室內 很少在室外 這樣摩摩車整天 一天走都萬步起跳 所以 現在是如果還有 這種夏天的活動 我們要改變一下策略 能不買就盡量不要買 什麼 什麼 我說夏天的活動 就不用再算我進去 欸 所以你一直冬天要去 我不要 我不要 那大家期待一下 我們第二月的WF 總之 後續很想看 我們去哪個國家 哪個旅遊的系列 也可以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 你們一直講 WF老超老師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所以WF看起來都差不多 我想去別的國家 欸那DF 掰掰 等一下 我是不是這樣撿大雞欸 你給我點一個套餐 他就是有附一個白飯 白癡喔 這套餐我只要炸雞 那我剛剛 我等一下又有拉麵欸 白飯 那我一個人 拉麵 我一個人要吃多少東西啊 而且 而且今天的此時刻 剛好台北要上片 上那個 我減肥的影片 我們再拍一支珍重的 珍重的影片 珍重再見 吃完了喔 就這麼快啊 欸 你看這邊 乾脆也沒了 好 我應該就這樣了吧 我應該就這樣了吧 真的就這樣喔 再來一次 欸 我們都已經來到日本了 我們這個 減肥的事就回台灣再說 我們現在出境了 現在料理見 再來 再一碗拉麵 小碗的